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封关前到今天你有没有赚钱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 导播先打一下大盘K线 从封关前15089 新春开牌之后涨到16579 大盘涨了没有 涨了1500点 那请问你涨了1500点 你赚钱了没有 全部同学 这才是关键 你不要说涨了1500点 你还在赔钱 我想封关前大家都很清楚 全市场都跟你讲半导体是主流 被动源卷是主流 那我只请你看一档股票就好了 封关前 对不对 功率半导体的文貌 来导播打一下文貌好不好 全国同学 封关前460 今天360 你不要说张老师 新春开牌 台股涨了1000多点 对没错 所有抱稳貌的人 今天我相信你 你的内心很沉痛 对不对 10张赔100万 20张赔200万 封关前很多人跟你讲台积电 讲连电 来封关前打台积电 看一下 679 今天600块附近 10张赔了六七十万 封关前都跟你讲连电 晶圆代工 来封关前58块 今天打到50块附近 赚钱了没有 全国同学 你赚钱了没有 封关前跟你讲 被动源卷是主流 来打2327国具看一下 封关前640 今天590 赚钱了没有 很奇怪 台股新春开牌 涨了1000多点 不管你抱稳貌 抱台积电 对不对 抱连电 对不对 抱国具 甚至 很多人去买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新项3293呢 看一下 新项 封关前870 今天720 你说新项好不好 很好 去年获利五十几块 很好 基本面很好 对不对 稳貌你说好不好 稳貌 基本面很好 对不对 连电呢 基本面好不好 很好啊 通通很好 基本面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问题在哪里 筹码面嘛 所以我一直在跟全国同学 很多同学操作股票 很喜欢看基本面 基本面不是不能看 你要搭配筹码面嘛 对不对 我讲一下台股 去年从八月份来导播 大盘K线 从八月份 你看大盘八月 一万两千点 到现在一万六千点 是不是 我跟你讲 所以我看到 我碰到很多同学 从去年九月份 资金就重压大买 很多人喜欢高价格 去买什么 买星象 我来看一下星象 对不对 去年九百九 今天七百二 十张赔得快三百万 你说基本面好不好 很好啊 为你产赔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盯你 你今天操作股票 你只会看基本面 看消息 看报纸 看电视节目 看专家介绍产业面 基本面 你会赚钱吗 灰头土脸 所以操作股票 你一定要懂筹码面 什么是筹码面呢 我讲过你买对主流 你才能享受大波段的获利 对不对 那为什么封关前 买半导体 买稳帽 买联电 买国具 被动元件 到今天统统赔钱 为什么 大物筹码 泄露天机 我跟大家叮咛 台面上我跟你讲 国内现在股市节目很多 太多了 对不对 但真正能跟你谈筹码面的 除了大物筹码 我可以告诉你 你找找看 有第二个节目 都跟你谈消息面 对不对 对不对 每天叫你胆子要大 不要怕 买股票是什么 靠胆 靠勇气 你要靠专业 靠智慧 你要从筹码面 你才买得到主流 为什么呢 因为筹码面 才能告诉你 哪一个股票 大户在进货 大户进货的股票 未来才有资格大涨 那大户出货的股票 很抱歉 基本面再好 一样跌停板 昨天心象是不是跌停 基本面很好 照样跌停 问题就是筹码面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封关前 全市场 这些专家 都在给你推荐 半导体 是不是 被动元件 只有张老师 大物筹码 告诉你什么是主流 航运股 电动车光学 还有miniLED 对不对 大家导播打一下 封关前 你看看航运股 对不对 2609 自己看一下 封关前 扬名跌到十几块 叫你重压大买 对不对 再放大一点 十几块 对不对 十几块 到今天三字头 大涨六成 是不是 你封关前 对不对 很多同学 两百万的 一百张起跳 是不是 是不是 一百多万 今天变三百万 对不对 大涨六成 一百万就六十万 你丢两百万 就一百多万 邱同学 是不是 你告诉我 新春开盘 什么股票 大涨六成 除了航运股 有吗 台一店有涨六成吗 联电有涨六成吗 是不是 我说小一点 台积电 对不对 联电 封关前 五十八块 有涨六成吗 台一店六百七 有涨六成吗 台一店涨六成 今天应该是要一千块 到今天还在六百 对不对 文帽 来看一下文帽 有涨六成吗 四百六 涨六成 今天要六百 就现在三百多 是不是 那扬明呢 是不是 扬明 二六零九 你看 大涨六成 长龙海运 看一下 从三十块 一样嘎到四十块 大涨三成以上 是不是 封关前跟你讲 电动车光学 雅光 来 三零一九 雅光 看一下 七十多 嘎到一百零一 是不是也将近三次涨停 封关前跟你讲 miniLED 苹果 miniLED 融创 来导播 融创看一下 三四三七 封关前二十八块 今天三十六块 是不是一样 两只涨停板 所以这就是封关前 我们从大户筹码结构 已经苦口婆心 跟大家报告 对不对 你要赚大钱 大户进货的主流 大户筹码封关前 已经告诉你了 在航运股 在电动车光学 在miniLED 不仅如此 还叫你 要避开半导体 全市场你看 哪个专家 赶封关前 告诉你 不要碰半导体 了解的道理 所以我很多同学 节目看越多 报纸看越多 满手套牢赔钱 为什么 你听到的都是 错误的消息 对不对 真正跟你谈筹码面的 没有 很少 好 那我讲话 锁定主流 你才有资格享受 大波段的获利 你乱买股票 是不是 所以很多同学 每天节目看一大堆 结果呢 这个老师 推荐那个 买两张 那个老师推荐那个 买一张 两张 三张 一张 搞到最后 十几档二十档 满手套牢 满手 开杂货店 你连主流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会赚钱呢 只有锁定主流 是不是 所以请大家看一下 台股去年以来 群牛狂奔 七百档股票下跌 甚至很多股票 重挫六成 这不是开玩笑的 是不是 所以从去年以来 台股创历史巡高 七百档股票大跌 下跌 很多跌六成 我想很多同学 心里都很清楚 所以去年以来 你不懂得在九月份 跟着我们重压 国术 富顶 连电 这都大涨一倍以上 去年九月看一下 看一下富顶 去年九月份的富顶 八二六一 是不是 九月份 九月份 八二六一 是不是 九月份 再往前一点 二十多块 嘎到五十多块 是不是涨一倍 去年九月份连电 二三零三 是不是 从二三十 嘎到五十九万 是不是涨了几倍 两百多万变得快六百万了 再来十月份 给你报告 被动元件 华星科 细晶圆 细智材创意 来看一下 十月份华星科 在多少 一百五 来到快三百了 是不是一倍 细智材创意 看一下 三四四三 两百五 嘎到五百多 是不是一倍 所以赚钱都不是问题 但你去年以来 很多人买什么 圆展 来看一下 去年圆展 从九月份 八月份再往前一点 是不是 圆展 你看一百五 跌到六十多 很多人买什么 圆缸 二四一七 八十多 跌到四十 腰展 所以你不要以为 台股涨了五六千点 很多股票重挫 很多人买六四五六 GIS 你赚钱吗 六四五六 一百四 今天一百一 十张三十万 三十张赔一百万 刚刚跟你讲的 筹码最糟糕的 公司不糟糕 基本面很好 星象 对不对 三二九三 公司很好 获利很好 基本面很好 筹码面很糟糕 九百九 今天七百 你告诉我 十张是不是赔了快三百万 所以这就告诉你 你不懂筹码 你是赚不到钱的 光看消息 你就 凭看报纸 你就想赚钱 这么简单 好吧 创意 这都涨了快一倍了 汉磊 来去年十一月汉磊 3707 你看一下 是不是 汉磊 从二十多 又到五十多 是不是一倍 跟你报告 比特币精英 二三三一 看一下 精英 是不是 从十几块 高到三十二块 又创新高 大涨七成 再给你报告 miniLED 一样涨四成 然后错过连电 细晶元 对不对 被动元件 细制裁 这都涨一倍以上的 封关前给你报告 航运股 来 告诉你 外资全面调升航运 对不对 那航运股封关权 谁敢买 全中华民国 除了张大文的节目 除了大乌筹码 谁敢叫你碰航运股 没有人 我给你讲 为什么 当时重错 大跌四成 只有大乌筹码 斩钉截铁 基本面好 筹码面大户进货 告诉你会大涨 结果二十 二三 二五 二八 三字头 全国同学 封关前很简单 你丢一百万就六十万 你丢两百万就一百二十万 赚钱难吗 当然很难 封关前你敢买航运股吗 你不敢买 你没有资格赚钱 对吧 封关前你满手台积电 满手文贸 满手国具 满手连电 你到今天赔钱 那台积电好不好 当然好 连电当然好 文贸很好 国具很好 问题就是筹码不好 所以一直要跟你讲 你不懂筹码 你根本离赚钱差太远 赚不到钱 所以封关前请全国同学 重压的航运股 大家亲眼看一下 是不是大涨六成 那长龙一样 从三十 三四 三六 三九 四字头 一样大涨三成 那封关前跟你报告的 对不对 电动车 是不是跟你讲 雅光从七十多 八十多 九十多 一百零一 是不是大涨将近三十涨停 拉回来八七块 你不要以为雅光涨完了 好不好 你不要以为雅光涨完了 我给你点到这样就好了 好 导播打一下雅光 是不是 封关前七八十块 嘎到一零一 是不是大涨三进三成 近期拉回来八十多块 雅光会涨到哪 好不好 拨电话进来 那同样 阳明涨六成 电动车 是吧 三支 将近三支涨停 再来封关前跟你报告 iPhone大卖嘛 对不对 iPhone大卖 那iPhone要 今年要推出miniLED 那miniLED给你报告 农创 对不对 去年封关前 二十六 大涨四成 拉回二十八块附近 告诉你拉回 怎么样 还要多 为什么 miniLED还没结束 现在miniLED 苹果的产品还没出来 所以miniLED是今年全新的商机 所以拉回来告诉你还会涨 还会挑战全高 结果呢 31.7 今天一涨 自己看一下 是不是 又来到三十六块附近了 是不是又送你两支涨停板 那大家再度见证 航运股涨六成 电动车三支涨停 miniLED两支涨停 未来社会大涨 重点 这是关键的 未来社会大涨 来 给你报告 今年苹果大卖 加上电动车 对不对 这样的题材 你要特别注意 苹果今年大卖 那电动车又是未来的主流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档股票 它又是苹果主要的供应链 又是电动车主要的供应链 你告诉我 它股价怎能不好呢 产业怎能不好呢 展望怎能不好呢 对不对 这种股票当然 未来股价会有 大波段的行情酝酿 是不是 所以这档股票 远越营收 再创历史新高 目前股价还在130多块 好不好 请大家特别特别特别注意 它未来的一个爆发的 一个波段的一个行情 那再来 今年最大的商机什么 比特币突破5万了 这不是小事情 那比特币凭什么 过去涨到两万就崩盘了 崩到两三千 今年为什么 冲到五万以上 现在还在五万附近 什么道理 为什么 因为真正华尔街的 世界的首富 特斯拉 砸了15亿美金 400多亿台币下去买 所以现在比特币已经变成贵族 世界巨富的游戏 变成他们的资产了 了解吗 所以比特币在特斯拉大买400多亿 连推特老板大买47亿 已经不是过去的投机资产了 已经是变成贵族的宠物 贵族的最爱 那这个地方比特币的商机 是吧 那去年十几块 跟大家报告的金英 大涨七成 近期创新高 错过金英的 这档金英二号 元月营收 对不对 在比特币带动之下 整个显卡缺货之下 元月营收 暴增将近快要七成 再创历史新高 所以目前股价 还在140多块 好不好 那同样的 从140多块要翻多 一口气攻到160多块 今天又拉回140多块 好不好 那穷同学 像比特币的商机 是不是 像电动车今年的商机 这都是今年未来 酝酿大波段行情 就像我们封关前 跟大家分享的航运股 扬明大涨六成 是不是 当然现在来到30多块 我没有叫你追 那错过扬明大涨六成的 是不是 关于比特币的商机 是不是 以及苹果 再加上电动车 好不好 双利多的题材之下 好不好 像这样的商机 未来股票的 大波段行情的目标价 以及比特币商机 未来大波段的目标价 这都是值得全国投资朋友 全国同学 好好注意 好好跟上 好不好 锁定主流 你自然而然 才有资格 享受大波段的获利 所以未来社会大长 我还是苦口婆心 呼吁大家 你不要瞎子乱摸香 封关前 你去买半导体 买台积电 买联电 买文贸 买国具 到今天 坦白讲 你都赔钱 这是事实 所以未来主流 自己不要乱拆 跟紧大无筹码 就像我们封关前 苦口婆心 请你中压航运股 扬明 没人敢买 听话的大涨六成 对不对 不听话的 那没有办法 那错过扬明 大涨六成的 未来会有 大波段行情的主流 今天务必 拨电话进来 共相胜举 跟上下一波 大波段行情的主流 跟上我们的脚步 今天务必 拨电话进来 共相胜举 好 更多的操作 特别建议 广而回来继续请 张老师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你回到 大户筹码论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赚钱绝对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你每天 电视节目 报章杂志消息 看一看去到厅图说 股票买一大堆 赚不到钱 满手套牢 对不对 风光前 不管你买半导体 台义电 买联电 买文贸 买国具 你到今天 统统还赔钱 是不是 很多人买星象更惨 那风光前 我跟大家报告 去年以来 错过联电 华兴科创业 都涨了一倍 对不对 未来社会大涨 风光前 给你报告 航运股 电动车光学 miniLED 来 风光前 跟大家分享的阳明 打到18块多 请你重压大买 20 23 25 28 涨到三字头 全都会 大涨多少 大涨六成 100万就是60万 200万就是100多万 对不对 赚钱很难吗 你买对主流 大破断活力 对不对 风光前 满手半导体 到今天你统统赔钱 想想不客气 股票好 赚不到钱 叫好不叫做 对不对 只有阳明 航运股大涨六成 长龙一样 大涨三成 对不对 风光前 跟你分享的 电动车光学 70 80 90 100 大涨三成 拉回来还是要注意 拉回来买点 再来 给你报告miniLED 风光前 给你报告龙创 大涨四成 拉回28块附近 还是多 结果涨停 今天一开盘 又是第二只涨停 对不对 好 那错过这些股票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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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放在未来 好不好 那今年最大的商机 当然电动车 是未来全世界的主流 加上今年苹果大卖 对不对 苹果今年大卖 苹果手机营收 突破千亿美元 为什么 iPhone大卖 所以加上电动车的加持 所以这档股票 又是苹果主要的供应链 又是电动车大厂的 主要供应链 是不是 所以现在很多材料 它是又是电动车 又是手机 3C产品的供应链 所以双管齐下 双利多题材 所以这档股票 目前还在130多块 要特别注意 元月零收 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苹果加电动车的商机 大波段的行情 欢迎全球同学 波量进来 跟上大波段的行情 对不对 共襄盛举 那今年又有一件 就是马斯克 成为世界的首富 那马斯克居然 砸了15亿美元 将近400多亿台币 重压比特币 对不对 推特老板也大买 40多亿 所以比特币的商机 带动之下 那金英去年十几块 跟大家分享 大涨七成 那错过金英的 那同样 比特币的商机之下 元月零收 暴增了将近七成 又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帮大家锁定的 都是未来产业 具有爆发性的题材 了解道理吧 所以这张股票 目前对不对 从140多 攻到160多 今天又拉回140多块 全国同学 拉回还是要注意 整个产业趋势 向上爆发的题材 才刚刚展开 所以这样的股票 未来都很容易 会有酝酿 大波段的行情 所以在比特币商机的 这一块 想跟上大波段 目标价 全国同学 今天务必共襄 盛举 拨电话进来 以及苹果加电动车 这也是我们今年 最锁定看好的 主流商机 那像这样的题材 商机目标价 欢迎全国同学 想跟上今年 苹果加电动车 大波段行情 大波段行情的 全国同学 今天务必 拨电话进来 共襄胜举 跟上我们 大波段行情的操作 好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 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生评估 并且支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